Hello,北京青年报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 其实不是,就是包括制片人,还有其他合作的对手 可能觉得我跟他前期性格有点像,但其实不是 是这样的,我私下工作,工作结束完我的状态 其实是一个没那么多话的 除非跟熟人在一起,我这个跟陌生人其实话不是很多 我觉得我自己是带边界感的这么一个人 不太爱就是强硬的去social,去社交 除非是这个需要,工作需要,或者是有这个必要 咱们得去聊一聊,活跃现场气氛也好 做一些这个让大家不那么尴尬的事 多说一点话题,跟月初一样,这点比较像 但其实很多时候的,我觉得我跟他像的地方不太多 反正他前期特别阳光,特别可爱的这一面 其实跟我差别还是挺大的,我没有他那么外放 然后我现在的年纪跟他还是有点差别的 所以还是会去做一些比较偏可爱或者二次元的之类的设计 我个人经历,我觉得他这个人对于感情或者亲情 比如说对父母,对图山的姐姐 姚仙姐姐姐,杨娅姐姐姐都是姐姐 亲人之间的亲情,或者是对自己认定的目标比较坚持 然后呢,也能为之付出和奋斗 可能我觉得这点跟我比较相似 高中之前,我可能是一个偏爱玩的性格男孩的这种性格 但是高考的前一年,然后看到了周围身边的同学吧 学长之类的,然后去了考到理想大学 然后觉得我自己应该好好奋斗一下 然后呢,就选择了复读一年 非常幸运吧,然后动画大学呢,表演我过了 然后呢,文化科也过了 然后成为了动画大学的学生 因为现实中有些东西就很难去取舍 因为有些东西你会放弃掉一些 比如说你为了这个目标,可能会放弃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能从他身上学到的一点就是 你宁愿放弃这些东西 眼前的东西你不要了 然后呢,也愿意去达成大家共同的目标 可能这个目标虚无缥缈 它是一个远大的一个口号 但是呢,你依然愿意为了这个口号 去一步一步的去往这个 朝着这方面去迈进 我觉得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首先它是咱们国曼《胡椒小红娘》改编的这么一个电视剧 然后呢,我觉得它比较新奇或者新颖的地方呢 是这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立得住的一些点 他为了表达人和妖之间这个爱的隔阂 去不得已把两人分开 中间的隔阂如何去打破 因为它中间有好几对 包括我和红红 还有他的肤线CP都是讲述这个爱和成长爱 然后去打破这些边界 打破世俗的这些观念的这么一个阐述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 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然后呢,去打破自己固有可能自己觉得舒适的一个区域 然后迈出去 不要被这些外界的声音所影响或者打扰 这就是这部戏跟别的戏,别的古偶啊 闲暇区别最大的地方 最吸引我的是 首先是红红和月初这条爱的 这个首先大家现在看的 可能最近看的都是前期的一些戏份 他可能在图山这个红红和月初之间 他俩的这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说月初对于红红的这个爱还没有完全的确认 那到了月初可能中期要下山了 两人之间隔阂越来越大 就跟咱们复现的那几个CP一样 因为人和药之间它有很多的隔阂 世俗的偏见各种历史的原因 反正就是两人不能在一起 然后如何去完成共同的目标 他们之间在矛盾加大的同时 还有很多去弥补这条缝隙的努力 所以看起来就会很拉扯 也很矛盾 我想说就是就跟我跟这个所有喜欢我的人说的一样 我觉得活着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咱们的月红片里面 其实做的已经挺好了 为了敢于去追逐自己的爱 已经奉献了很多 然后呢敢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成全别人 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 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 然后希望你们这个开心幸福的能够生活下去 对 东方月初这个角色给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他就始终在为别人去着想 始终为其他人 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和平去做出努力 自己享受生活的时间太少 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 有时间的话 不要太累了 也不是说给自己听了吧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 就希望把工作排的稍微紧凑一些 有假期的话就放松一下 没有假期就是每天睡够了 其实在剧组的生活就这样 我还反而还会喜欢剧组的工作 会规律一些 我觉得这两方面 其实看你自己希望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你这个工作和这个生活 有的时候它是不能两者兼得的 你比如说想希望自己能随心所欲的去逛个街 或者是去旅个游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比较难以实现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你就必须得抛弃一些舒适的生活状态 但我觉得这是自己 也不是说一直以来的目标 可能是大学以来就是想成为的状态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刚刚好 然后也是自己希望的一种偏理想的生活方式 然后要是你比如说有假期也是有的 前段时间我就跟父母出去旅游了 也能得到放松 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的 对于这个生活 或者是随心所欲的生活 这种渴望没有那么强烈 她在现场也会把自己前期的时候 因为我刚接触月初这个角色 她可能比较偏活泼 因为跟我之前的角色差别挺大的 她是个二次元的这么一个人物改变过来的 可能有的时候她的思维方式 或者是说话的方式可能都偏阳光 或者是偏外放 不像之前的一些可能小说改变的人物 所以有的时候密姐会给咱们提一些 她自己觉得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没有错 比如说刚开始第一天 我觉得我把手是这么这么背着的 这么去演的 我觉得密姐说的没错 东方月初其实她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在我之前的固有概念里 我之前拍的古装剧 很多都是这种偏偏公子的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就是形成了一种 试验古装的一种记忆 密姐提的这个题也挺中肯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人都是多变的 你要是这个角色需要 我也能立马增旁 这没问题 真的 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之前采访我也说了 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我的不管是形象也好 还是粉丝希望的这个诉求也好 古装剧我可能还是会尝试 也不是完全排斥 然后把最好的状态 可能留给喜欢看这一部分类型的这么一个粉丝 然后当然了 其他类型的戏 包括去年拍了两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戏 演的也是家世亭的法官 年轻法官还有一个是刑警 这一类剧我也不会排斥 可能未来也会有电影方面的想法 反正一步步来吧 目前这个阶段 古装剧也可以演 挺好的一个阶段 希望把最好的形象 最好的年纪留在荧幕上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坠落的审判》 他所有里面的人物状态 和之前一部戏叫做《海边的曼车斯特》非常像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压抑的空间 但是所有的演员都是沉浸在那个氛围里的 包括《坠落的审判》 夫妻俩有一场将近十多分钟的吵架的戏 你能感觉到那种窒息和绝望 光听声音它都没有影像 你都能感受到置身处地的去感受那种绝望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最成功的一个塑造 每部戏都有角色 它不一样的闪光点和这个氛围 但我也能希望能去多饰演一些 就是可能非常接近当下生活 或者是在一个氛围里完全沉浸式的去体验的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这两年呢慢慢的我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有所感悟是 我觉得不管是从事各行各业 你包括我的感悟是拍不管是拍杂志 或者是你比如说看别人的前辈演的戏电影 或者是你比如说走梯台 或者是像上综艺 他们都是很好最好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放松 然后呢不能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固化的一些条条框框 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条框会束缚住你去表达 或者是一种非常松弛迷人的这种状态会受限制 所有的工作我觉得是在最放松的时候才能呈现出来的 包括演戏 在现场一定是不要去担心这个摄影机或者是背后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认为你会怎么样 那你想这么多 这个角色一定是不对的 然后他一定不是一个最迷人或者最松弛的状态 或者是哪个角色的状态 就熟能生巧 我觉得像之前跟其他前辈也聊过 演员就是要积累一些经验才会有所释放 你摄像机面对多了 人见多了 或者是这样的环境见多了 他给你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上台这么多人 哇好紧张 那一次两次之后 你比如说去年去嘎呢 我就偏紧张 其实紧张 今年的话就会更加放松 我觉得真的 就当是去看手艺 就只是参加一个红台而已 更加放松 更加松弛 每次的这个活动表演 或者是参加综艺都会给你一些感悟 你会你会觉得那些前辈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这种感觉 但是不能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强调自己非要这种松弛感 我觉得一味强调的这种感觉才不松弛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束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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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